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因为主权争议爆发激烈的军事冲突 如今战斗蔓延到边境地区超过百人死亡 亚美尼亚指控土耳其卷入冲突 派出F-16战斗机在境内轰炸 不过阿塞拜疆总统斥责没有证据佐证外国势力介入 同时联合国安理会则呼吁双方马上停火 以免冲突升级造成森林土坛 两个前苏联国家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 这几十年来都在争夺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地区 星期天双方爆发激烈的军事冲突 三天下来死了近百人 亚美尼亚甚至指责土耳其介入这一场冲突 让当地人受到直接威胁 亚美尼亚指控土耳其出动F-16战斗机 在亚美尼亚领空击落了他们的战机 不过阿塞拜疆总统否认这个说法 虽然阿塞拜疆否认土耳其介入冲突 但土耳其却似乎把话说得很明 目前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军事冲突爆发第三天 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 15个成员国随后一致通过 呼吁双方立刻停火 透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